这样的势力古往今来 举不胜举 比如在纪录片《山西小院》中 就有大量这样的真人真事 还有身患绝症即将结束生命的人 这是一些遭遇不幸和意外的人 他可能看我这包里边 还有烦恼苦闷的人 我满脸确实那个切磋痘 心态也不正常 看见谁都不顺呀 非常暴躁 如今发生了奇迹 默默起 这些人其实太好了 越来越难了这样 都越接受 比较一节后来 放着变成一个正常的了吗 这个胆大言呢 自己就起了 完全跟好人一样的 大不放大都撕了 就是恶火下来了 眼睛就是瞎了 但是你孩子怎么眼睛睁开了 变得病好了 现在呢我想干嘛干嘛 跟正常那样一样 就少说话 只有不可思议 我这会儿卡卡 比我做手术晚的那些同志呢 我们就都离开了人世 唯独我呢 还是非常健康 四十位寻常百姓的亲身经历 肺腑之言 眼泪哭得不行 一提起自己的父母 就觉得特别惭愧 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 像我说父母了 对这个事情能变清有这个四分 我的设计就是表演的高价 我现在没有一点表演 从七岁到九十岁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